但是這是我從網路上再錄下來的 你這個日文如果說方便的話你可以錄 不方便的話你可以不錄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疼痛有一種惡性循環 比如說我現在如果腰跟我的膝蓋疼痛的話 會怎麼樣 第一個你就會不太想去動 你身體不太想去動 所以你在這個就會待坐在家裡 不會想去動 那不會想動有什麼?有什麼後果? 現在我們很多人現在在電視上慢慢已經看到 就是說有這個肌尾症 肌肉萎縮症 那肌肉不利症 慢慢現在在這個我們健康教育裡頭 已經慢慢在電視裡面 甚至於都有最方便的一個 一個宣導跟一個認知 那你當你這個肌肉 肌剛我們吃過就是你的肌肉 肌耐力跟肌力沒有力量的時候 你這個呢就會衰減 衰減的時候第一個受害的是什麼? 你的骨骼 就是你的關節你的負擔會增加 你關節一增加關節的話 你的關節會造成關節的磨損 那你關節的磨損的話 就是給你的軟骨就會磨損而減少 造成你這種惡性循環再更加厲害 當你剛開始的時候只是輕微的 然後你再轉一圈就稍微加重 轉兩圈更加重 所以這種運動 肌肉的運動方面 是對我們人體方面是有很大的幫助 給各位做個參考 好 那我們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們必須要到外面去試